這兩位其實都是片商S1 也就是業界最頂尖的片商 這家片商的兩位新人為主 首先第一位是湊羽流 第一個是很高 有多高呢 175公分 穿上高跟鞋可以蓋我火鍋了 那真的是蠻高的 不用這樣看 第二個是很大 有多大呢 有K罩杯子 第二位新人一樣是S1 也是最近漫畫 造成很多頂岩上效應的 叫做舞台電 然後這個女優的賣點就是 也是一樣是乳香世家生產出來的雞品 胸前有J罩杯那麼大 可能就是將來可以去當J女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間晚春秋 與他的暗黑小夥伴 今天我們要進行的單元是 TALK一件事 TALK一件事是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以深入潛出 還有酒潛一身 這些方式 來介紹AV界最新的消息 那這個消息呢 今天我們就以大概新人 我們就放在新人身上好了 那今天要介紹新人有兩位 這兩位其實都是片商S1 也就是業界最頂尖的片商 這家片商的兩位新人為主 首先第一位是湊羽流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看過 蠻多人看過他的片子了 為什麼要特別拿他出來講呢 因為他的身體條件 硬體條件非常非常的優秀 第一個是很高 有多高呢 175公分 穿上高跟鞋可以蓋我火鍋了 那真的是蠻高的 也不要這樣看 第二個是很大 有多大呢 有K罩杯這麼大 AV界其實K罩杯的女優不少 那上一位可能大家知道比較 就是最早最早 大家可能知道比較有名的是 欽慕琳 然後後來其實那個 人類最長body 就是充填杏黎 在海外其實紅了蠻久的 充填杏黎 她也是當初是以K罩杯的身份出來的 那這個女優其實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她出道的時候 片商那個連封面都沒給 然後只給了你一段 就是看不太清楚她長了什麼模樣的影片 那這個其實是業界一種宣傳的方式 叫做擠牙膏宣傳法 那意思就是說 一開始我什麼都不給你 只告訴你說她身高很高 然後胸部很大 然後看你要不要預約 你相不相信我們 你要不要預約 然後等到那個 在片子即將發售的之前 他們會慢慢慢慢的釋出資料 不過這一次 S1算是吃了棒桌鐵了心 吃了棒桌還是吃了棒 不管了 反正就是鐵了心的 不跟大家講 這個女優長什麼模樣 但是呢 正所謂 道高一尺 佛 魔高一丈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今天我們那個成語小教學 我這個真的是 做了蠻多東西的 好 她其實只是雖然那個影片 其實就是沒有讓大家 完全獻出如山真面目 但是大家還是從她的身上的志 那些發現了 就是她其實最早最早之前是有拍過 那個所謂的步兵片 也就是沒有打上馬賽克的五馬片 那她總共有五支作品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番號我放在留言欄 那到時候大家可以自己去尋找 那個Google都找得到 那在日本的FC2 FC2這個賣家平台 總共有三支作品 那這三支作品 大家都可以發現她是戴著口罩 不露臉 但是因為胸部很大 大家反正目光都會一直集中在她胸前 那另外兩支 她是以水源聖子之名 到了那個中文的傳媒平台去發片 那其實大家都看她看得很過癮 只是沒想到她突然就成為 那個動漫週數回憶戰上面的那個五條老師身上取出來的 那這個女優其實就跟剛剛講的湊與流不太一樣 從一開始片商就釋出了所有的資料 就包括她的那個封面 包括她的劇照 其實都可以看出來 這個女優的賣點就是 也是一樣是乳香世家生產出來的機品 胸前有J罩杯那麼大 可能就是將來可以去當J女郎 這個J罩杯的女優很快也跟湊油一樣 被大家找出了真實身份 那這個也真的是 我覺得這是現在網路時代 你說像以前 事務所 AV女優的經紀公司都會跟他們說 我們可以保證你的那個身份 絕對不會被大家發現 你就安心的拍片 現在那個所有經紀人都會跟女優說 我們沒有辦法保證你的身份 一定不會被破解 因為現在大家其實都知道 什麼東西都上網 有些人看了覺得 這個人很熟 就去翻以前上網的畢業經驗冊 就是他就是他 所以女優很快什麼本名啊 什麼包括從小在哪裡長大都會出來 好這位J罩杯的J女郎的五條鏈 他的名字其實在過去 在就是他還未成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出道了 那他是寫真女優結成千家 那這個女優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第一個就是因為 未成年能出道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胸部完全不是未成年 他的胸部已經可以大到可以這樣拿起來打電話 就非常非常大 真的非常非常誇張 然後後來呢 他還參加了偶像團體 然後因為酬勞不輕的緣故 他自己乾脆就成立一家經紀公司 然後擔任CEO 那時候後來也用本名叫做高橋央 來就是擔任寫真女星的工作 然後在大概2020年的時候 他改名字叫做 胡田真一魚 那也發行了一支寫真作品 然後 一直一直染後 是因為就是 你知道時間拖得很長 就是大概有9年的時間 在去年大概年底的時候 他開始就是出現了就是很多寫真女星 就是到了最後撐不下去的狀況 首先是名字被所屬的經紀公司 從官方網站上刪除 接下來就是舉辦很多所謂的最後的活動 最後的攝影會 最後的寫生最後的一些活動 然後接下來他的社群開始刪除 他的那個X 也就是Twitter 沒有啦 那IG還是保留著 但是在那個五條鏈的作品出來後 他就寫了一篇類似告別文的那個文章出來 所以接下來就是完全要轉之為 AV女優五條鏈 那大家其實到時候可以真的是 在螢幕上都可以看到照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兇巴巴 如果你是匈奴族的話 請千萬不要錯過 但如果你不是匈奴族的話 那接下來兩個活動 你就要注意了 Forever攝影會在10月有兩場活動 首先在10月13到15號 我們是邀請來的那個豐富愛 片上是怎麼樣形容豐富愛的呢 就是所謂的三美一體 是哪三美呢 是美顏 美乳 跟美腳 也就是說這個人長得漂亮 胸部很大 然後又很漂亮 然後還有一雙像摩克人般的那種竹籤腳 他的外型 大家在之前的TR1 也就是30公分好棒棒的攤位 就可以看到 他是當時的攤位的來賓 那因為外型真的很出色 所以那個時候就引起蠻大的轟動 那可能有一些人會覺得奇怪 當時為什麼主辦當然沒有把他納入來賓之一呢 那是因為 就是當時他正在轉換經濟公司 所以沒辦法跟他談 等到他轉換經濟公司完 只是現在攤位有一些空缺 所以就去攤位了 那這位女優其實就是我覺得台灣人最喜歡的 台灣粉絲最喜歡的兩種女優類型 其中的一種 第一種就是像神木莉 沖田信尼 剛剛沖田信尼也談過了 人類最喜歡巴底 他們這種外型的女優是怎麼樣 就是高頭大馬 然後身材豐育 然後胸前偉大 然後還有一些混血感的女優 包括像你看神木莉的那個外型 其實那個臉蛋不太像一般的日本人 那沖田信尼更是就是很明顯的外國血統的感覺 那這種女優其實在台灣基本上票房都不會太差 然後只會有好、很好、非常好 三種的差別而已 那另外一種就是像那個星友菜這種 就是比較像是摩托等級的女優 就是臉很小 然後腿超長 然後那個上半身短短的 就像那種八頭身、九頭身這種摩托等級 這種女優其實胸前不必偉大 只要長得漂亮 基本上她走到哪裡就紅到哪裡 所以星友菜當時在2017年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拜託主辦單位 TRE的主辦單位一定要找她來 因為她這種女優就是太太太 太是台灣粉絲的菜了 那豐富愛當然是後者 而且更不一樣的是 她還多了一個F罩杯的雙風 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她報名的時候一下子就額滿了 那如果這個因為這個片子出來的時候 那個豐富愛應該已經舉辦完活動了 所以我們大家就還是可以期待 就是我們這邊這個一鍵完成休語 她的暗黑小夥伴 會企劃什麼樣有趣的單元跟大家見面 那接下來呢兩個禮拜後 也就是10月27號到10月29號 我們要迎接來整個日本AV界 美少女的天花板 她叫做石川林 也是在TRE引起非常轟動的一個女孩子 她是一個美少女 有兩個主打兩個賣點 第一個是強大的社群能力 出道兩年 那個X也就是Twitter的追蹤 已經破了60萬 第二個其實就是她自己長按開自己玩笑的地方 她說她不是A罩杯 她有B plus 也就是B加 但其實事實上 其實真的看到就知道 其實真的就是 就是很還是蠻幼兒體型的女優 就是身材其實 不是以那種前度後翹為號召的那個美少女 那她其實之所以能來機 真的是我覺得就是 目前台灣對於這個日本AV女優 一頭熱這個現象所賜 在TRE的時候 其實她人氣就很旺 她的櫃台 因為有她 基本上門票都是秒殺 但是她對於就是這一次 上一次之前結束的TRE活動 是有點小小的遺憾 為什麼呢 因為她常常跟她的好朋友 叫做公下林奈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那個行李箱裡面有一個那個電文派 還被電文派電到的公下林奈 這個是電文派 因為她常跟公下林奈一起搭配做活動 然後她覺得公下林奈 因為之前有來過Forever的攝影會 很清楚知道說就是怎麼樣去應對台灣的影迷 讓台灣影迷都非常開心 相對來講她覺得她就沒有表現這麼好 所以她覺得她必須要在明年TRE之前 要有一個練習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找 我們就逮到這個空檔 就抓到了她 這個石川林本身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我覺得她會是未來這兩年 Forever攝影會的王牌 那這個影片出來的時候 石川林的報名應該已經截止了 那我想應該也是會秒殺 那大家其實如果沒有報到名的話 其實也不要難過 第一個是石川林還是會來 第二個是一見晚春秋與她的暗黑小夥伴 一定會邀請她上節目 而且會一直上 一直上 一直上 上的她可能都腿軟了 所以請大家期待我們接下來的內容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talk一件事 我是一見晚春秋 感謝大家來收看今天的節目 感謝大家來收看今天的節目